迪納摩是如何辦到的 看到他在巴士的外面能夠手撐著 另外這大樓能夠垂直的這種牆壁 他居然走得那麼的自在 其實迪納摩的魔術表演藝術 還不止如此這般 是立剛 剛剛幹哥介紹的那些 看起來旁邊 雖然我們不明白他到底怎麼做 可是至少旁邊有一些支撐點 是有可能性的 我們剛剛廣告都一直在研究 他究竟怎麼樣辦到的 但是他接下來的表演 是完全沒有支撐點 因為他整個飛起來了 飛起來了 你知道我們先來介紹這個東西 這個非常有名 巴西里約任儒國家森林公園裡頭 這個耶穌基督的聖像 他總高38公尺 坐落在科科瓦多山 710公尺高的這個地方 所以他是巴西一個非常有名的地標 因為他張開雙手 就表示巴西人民熱烈地 歡迎全世界各地的遊客來玩 他可以在這麼樣的地方 當著眾目睽睽之下來表演 這個就厲害 你等一下 旁邊都是人 旁邊都是人 你看 旁邊都有手機在拍 你看他居然在這麼多人的中間 他居然就這樣浮起來了 你知道那是710公尺高的山上 他旁邊有任何支撐的東西嗎 完全沒有 有的話那些觀眾一定會說 你怎麼旁邊有支撐 當場一定所有人都看得見對不對 你看他模仿耶穌的聖像 整個人就這樣浮起來了 太神奇了 那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魔術 當然一定是假的 只是說他怎麼樣去製造出來 這種效果 可是問題是 我們一般說像這種大型的魔術 可能裡頭有一些是他們裡頭的內線 他們的工作人員 可是這麼多的人 這麼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你怎麼可能每一個人都收買呢 而且你看很重要 他們都貼身站在他旁邊 你說如果有什麼道具 有什麼東西 現場這麼多人 你看他還直接到地上去拍 你說在這麼多人這樣 從各種角度不斷去拍 我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你有什麼東西呢 你看他這樣表演完之後 他還馬上就這樣很隨和 而且你看他走下來 如果你掉鋼絲的話 上面的人一定會看到的 你如果有什麼器材 是連在他身上的話 你這樣走下來 你不會拖得很長嗎 不會打到別人嗎 所以這根本是完全 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巧妙在如何呢 我說真的 這個實在是人家的 專業的這種技術 我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你看所有在場的人 都覺得非常非常訝異 滿臉疑惑 這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實在太奇怪 但是他只有這招立案 不是 他有更強的地方 你聽過達摩祖師一尾杜漿吧 對 相傳佛教高僧達摩祖師 他要過那個河上 他只要把一個蘆尾丟在河上 他就可以這樣子 就這樣趁著就飄過去了 對不對 現在他連蘆尾都不需要 你說他走在河上 你看這太武士河 對啊 對啊 他直接就這樣 他穿個布鞋就這樣走過去 這是可能的事情嗎 你讓我難以相信 來看影片吧 對啊 你看 我們看這種 你看他現場就這樣 你看他慢慢慢慢走在河邊 你看他就穿個一般的布鞋 他身上沒有看出來 沒有任何道具 對不對 你看 走下去 他竟然可以站在河上 等一下河面上沒有任何的東西 看不出來任何東西 沒有啊 河面上沒有東西 是啊 你看他就直接這樣走過去 你看所有 旁邊所有人都被他嚇到了 你看所有人都衝到橋邊來看 對 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 你看 能夠看得出來他站在什麼東西嗎 沒有 沒有 你知道他這個表演 到一半被卡住了 為什麼 因為英國警察受不了 你不能做這麼危險的動作 所以馬上 你看海巡隊馬上去把他 海防隊把他擋起來 不能讓你再繼續這樣走 因為這樣太危險了 英國水警把他抓起來了 是 對 因為這個是違反公共安全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不能讓他繼續這樣表演 你注意喔 他這個腳 你注意他的腳 對 你看 這很奇怪對不對 他不是整個浮在水面上的對不對 他的腳竟然是在水裡頭的 對啊 這個是不是很奇怪 但水裡有東西的話 水裡有東西再來兩艘船 經過你會看見 你看有船 兩艘 獨木舟正滑過去 對啊 所以這個非常詭異 獨木舟滑過去 他們的槳沒碰到任何東西 對啊 所以這就很奇怪 這就懸了 所以有網友認為說 以他的腳這樣沉在水裡頭 這種情況來看 其實他搞不好在裡頭打木樁 其實很多人 金庸小碎柳一個人這樣幹過 就求簽帳他就這樣幹 太無適合不潛 是啊 你要這樣打 船可以過 對 而且你說有小舟 有這些快艇從旁邊經過 你怎麼可能會沒發現這些木樁 是啊 對 那另外有人說 他其實是下面弄了一個支撐物 然後他用類似像滑板一樣的裝置 然後可以讓他在 他其實不是用走 看起來好像用走 實際上他是用滑形的方式 在那邊滑 那我們就覺得 就算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看起來都不太像 因為 對啊 我們當然都知道魔術一定是假 他一定用了什麼很巧妙的法門 可是問題是 你光這樣看 你說下面一個滑板嗎 我不相信有哪一種滑板 可以這樣子讓他在那邊漂浮 你看 我們再隨興再看一次 而且重點不在什麼游泳池裡面 而是在泰晤士河 對啊 這麼寬大一個河 世界上這麼有名的河 周邊這麼多人在看 然後又有水井 然後又有人滑舟過去 你看他就可以直接這樣走 真的是水上漂 可是你看他 很奇怪 他又有一點好像走得 不是很穩的樣子 又好像下面真的有 某些支撐物 他要去找那個點 所以這個真的讓人家覺得 真的有點怪異 那他的破綻到底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回家慢慢去思考看 也許你也發現這個破綻之後 你就是下一位轟動世界的魔術大師 但是問題破綻要發現 還真的是不容易啊 是啊 當然人家花了這麼多年的心血 去送到這些魔術 哪有這麼容易平衷 沒你發現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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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